哈囉大家好,我是娜娜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正確的使用殺菌淨水器 它是直立式的,沒有辦法橫放 因為橫放的時候會造成水深壓力太大 使用一段時間過後 紙外線會慢慢把防水膠裂解 造成針管與膠的間隙變大 針管會容易淨水造成損壞 還有橫放在水箱底部的話 長時間下來水中的空氣會凝結在導流式上方 使得水無法流過造成空燒的情況 所以還是建議你要吃飯喔 在換水池請記得先拔出插頭 避免造成空燒喔 使用環境殺菌淨水器 它一般是在做在室內的觀賞魚、嘴竹箱使用 它沒有辦法使用在戶外喔 如果需要在戶外使用的話 請用魚池專用的雙回流殺菌淨水器 很多人會說殺菌燈一天要開幾個小時 正常來說我們不需要開開關關殺菌燈 使用時需要24小時點亮 因為水質的汙染是24小時在產生的 當關掉殺菌燈的時候 汙染物累積太多 處理是需要更多時間的 殺菌燈與一般的日光燈不同 日光燈有螢光粉可以補助使用 所以可以隨時開開關關 紫外線燈管在點亮的時候 需要靠燈時的高壓電流通過 將電子粉擴散 再用高壓讓燈管點亮 所以在點亮時非常的消耗燈時跟電子粉 消耗過多燈管就不會亮 所以不建議經常開關喔 提供殺菌燈 穩定的電流是很重要的 建議使用獨立的電源 也避免以其他的產品共用插座 如果可以使用電流穩定器是最好的 請問取消耗 不斷